公民受用必須要做到好好的教育來用心 南島高中十六號就特別安排學生 到南島市公所進行參考 由公所的志願來得到 帶學生實際公所所有單位的運作以外 也參觀代表會開會過程 讓學生都學了很多 現在當時南島市民代表會開期的期間 南島高中就要安排學生來到技術聽來觀看 了解到志願代表志願公所是真的經驗 可以更深入的知道 就是我們整個流程 然後加上我們也可以有更多的印象 在整個公民各層裡面 我們可以有更多印象 可以更多認識了解 非常的感動 就是很感謝市長他們這麼的盡心盡責 然後在他任內的期間 我們南島也改變了很多 像環境的部分 就是其實在街上也是看到 比以前的環境其實整潔很多 然後不是有蓋一個路燈管理所嗎 那個我覺得那個地方很漂亮想去看一下 其實我們要辦相關社會的福利 對 辦相關社會的福利的時候呢 就要這邊超靠好看 公所的土南志願 他一介紹公所各庫市 也包括到市長上 這就是市長的辦公室 感受伊賓上市看公民的進行 也來到市場歷史上 了解到南島市場發展當中 比較鼓勇代表性的紀念性物品 最主要還有一個 一日小市長的活動 學生都很開心 我們同學都能夠在這活動中 了解南投的特色跟特產 也希望同學把南投的特色跟特產 推展到我們全國給各個親朋好友 來南投市來觀光 來這個來蒼訪 這我們願意敞開大門 讓我們的學弟學妹呢 能夠及早的認識我們這個民主的運作 讓他們對我們的這個公部門呢 更增加一深的這個了解 那當然他們今天也非常開心 我們也將我們南投市的一些 行政運作 還有看一下我們的議事的運作呢 會呈現給學弟學妹的面前 就到各公所和代表會參訪 好方希望學生不然是透過扣分 也能夠直接來參觀了解 真正不用出公民受用 現在不是差不多